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板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普京警告输往欧洲天然气或进一步减少 而且现在全球的气温非常的反常 好像跟北极冰层融化是有关系的 世界会不会又进入到另外一个灾难 会不会这种灾难会长期伴随着我们 我们现在不得而知 但是人为的灾难却是不停的在上演 这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 尤其是拜登的 辱莽的带有情绪化的一些错误的决定 导致了大家现在日子都不太好过 你比如说 这个美国得饱逃餐 毁了多少人的生活 对不对 所以我说能要搞清楚一点 不要冲着自己的政府来 那你就上了美国的当了 因为这个东西确实 你现在看到没有 日本 澳洲 澳洲中央人数刷新 日本一天15万 那如果说真的躺平的话 那为什么要去管控呢 如果真的躺平的话 为什么 你的经济搞不好了 所以说各位 也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的敌人 他以一种自残的方式 在跟你在对抗 以一种自我摧毁的方式 在这里给你搞 就是我报过 你也非常好过 他是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欧洲又要运量 第七轮对俄罗斯的制裁 今天俄罗斯在中东的访问 是双手很丰满的 收获了很多的果实 满载而归 对比拜登的 两手空空 那就是说 你是政治家跟政客 你就能搞得出来了 那拜登 大家都知道 我说过 他是一个刚明自用的人 他是一个自恋的人 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 历年美国总统就职 都会叫基辛格 台湾叫基辛吉 到办公室里面去 谈一下外交政策 基本上 每个美国总统的 外交基本政策 基本框架 都是按照基辛吉的设计 去走的 那么只有拜登 因为他也是外交出身 拜登他很自信 因为他曾经参与了 对苏联的冷战的 军控的谈判 他认为自己在外交方面 我可以把苏联都给搞倒 那什么的 我同时干中俄 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对不对 好 那这个美国的部分 我们已经连着介绍两集 现在我们介绍欧洲部分 对吧 因为欧洲最近也比较跳嘛 那我们要知道 现在的新闻 它是碎片化的 一片一片被切割出来的 App主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把这些碎片 把这些就像这个 我们讲的就像FBI 或者像这个 搞保密工作的一样 我们把这些碎纸机里面的 这些碎片 全部给它拼凑起来 还原起来 这个是做得到的 当然工程量可能有点大 那这就是我们的作用 所以说我会告诉你 欧洲的议会的副议长 想要去台湾访问 要去台湾访问 这边跟中国在谈谈生意 谈谈经贸的生意 然后又要搞什么新疆的议题 那它有没有这个资格搞 它能不能够搞 我们可以通过 从俄罗斯这个窗口 我们可以看到 它能不能搞 俄罗斯总统普京 7月19日 北溪一号管道 在年度维修后 将恢复向欧洲 用逐天然气 但指输气量 未来可能会进一步下降 普京19日在伊朗的黑南 出席俄土一峰会后 见媒传媒 其间他称 北溪一号维护工作结束后 21日会恢复书期 他也说 由于俄罗斯 需对另一部分进行维护 若送去维修的零件 涡轮机受制裁影响 未送回俄罗斯 这条管道最快 下周只能以原来的20% 才能运作 即输往德国的天然气量 会是每天六百 六千万立方米 进一步减少至三千万立方米 什么意思 不好意思 我这东西在修 我这东西在修 你们气少了 气少了 你没有冷气 是不是 你生产也有问题 你的经济指标 全线下挫 欧元区 现在通胀率多少 八左右 对不对 甚至实际上 更高就达到十左右 那你这样的经济 你怎么搞 那 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情况 那么老天爷 也不 待见他们 40摄氏度高温制烤 欧盟被断气 卡住了脖子 近一段时间 英国 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等欧洲 主要 还都是主要国家 连续遭遇 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 这些国家 正在经历地域模式的高温 以及极端高温引发的火灾 干旱等一系列灾害 用电需求徒征 进一步挑战 欧洲的能源供应能力 然而 就在地域模式指考下 欧盟逼不得已的计划 从下个月开始 成员国 自愿减少 15%的天然气使用量 根据该计划 欧盟委员会 采取的措施 包括减少供暖和制冷 以及其他基于市场的措施 就在此前一日 俄气 俄罗斯最大天然气生产商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 至少已经向三家 欧洲主要客户致函 宣布 由于遇到无法控制的特殊情况 公司无法履行供应器的义务 该不可能抗力的条款 是6月14日起生效 并未透露截止期 俄罗斯掌控欧洲能源的命脉 通过减少供应 甚至断供 狠狠地卡住了欧盟的脖子 欧盟称俄罗斯是天然气敲诈 欧盟 骤然在俄乌战争爆发后 想尽替代办法 但毫无意外 一旦俄罗斯真的切断能源命脉 欧盟诸国将面对的 不仅是地狱模式的制考 京东才会是真正的大考 欧盟高级官员 不断通过媒体发出警告 欧盟是会在冬季区乱 即节或将面临社会性的大矛盾 事实上 欧盟各国都在积极处置 同样严峻的事 随着俄罗斯削减 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 创纪录的通胀侵蚀 欧洲深陷能源的危机 由此必将引发经济衰退 龙头德国受直接冲击 欧洲最大的经济体是德国 不仅德国是俄罗斯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 而且也是许多天然气管道运输过程的中转国 杰克布兰瑞士等国家 严重依赖德国的天然气转运 大家要知道 现在 这个高温很恐怖 今年呢 你看比如说像上海 像这个中国多地 也都面临了四十多度的高温 但是中国为什么 我们对高温不会特别担忧 因为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是想事情的 为了本国的老百姓 为了本国的人民 谋福祉在那里想事 你脑子就想了事情了 领导人想事情装事情了 欣喜人民了 那这样的 不管什么样的灾害 我们都能去克服它 都能去应对它 对吧 我看那些法广 特别喜欢爆出什么中国垃圾病啊 去世几个死了几个 怎么怎么样的 对不对 那你怎么不爆到你欧洲啊 你法广对吧 你法广就 包外包给台伙子去搞 那你这个法国你热是多少人 德国热是多少人 意大利热是多少人 英国热是多少人 而且这个 好像这种高温天气 好像是长了眼睛的 专门盯着这几个 跟中国俄罗斯 有点小牛逼的 这种国家去搞 专门盯着美国的主要盟友去搞 所以这个情况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得很明白一点 那你这么热 你得开空调吧 当然欧洲很多地方 说不装空调 但是说也有很多 现代化的那种公寓吧 对不对 开空调大家要知道 就一个就一个 开一个 开一个屌空调 那都是有钱人的事情 一般性的普通人 他家里哪买得起空调啊 很多人说是不是太夸张了 我都告诉你 现在你以为我们用 苹果手机也好 华为手机也好 三星手机也好 这种智能手机 你以为在欧洲很普遍吗 在中国是很普遍 但是在欧洲很多人 还能用诺基亚的砖头机啊 按键手机 那都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嘛 对我们来讲是上世纪的 当然也就是近十年的事 对不对 对我们来讲已经上世纪的事情 那他还用这种手机 有的他那个智能手机 用的都是很便宜的那种手机 但是这些很多片手机 大家要知道 他也有很多的这个问题 他很多人也是买不起的 他很多人买这个苹果 我第一次在法国 我当时见识了 我说你能买苹果 还分期付款 买苹果不就买苹果了吗 所以你可想他们的认识多惨 那你就装空调 你一台空调 你要装很麻烦 很多人还买不起空调 那你买 就算你买得起空调 你舍得用那个电吗 那个电费多高啊 多下冷啊 当然我说法国可能情况好一点 有核电站嘛 对吧 不停的在非洲 他妈的马里那地方 搞那个诱矿 对吧 不停的来这个核发电 那其他的国家 德国呢 英国呢 意大利 对不对 包括西班牙呢 你怎么办 所以说 冷很热 那热没关系 那这个 这个再怎么样 你热死人是热死人 但是说 你热还是可以冷的 毕竟你不在太阳底下 对不对 躲一棵 找一棵树底下 或者在欧洲那边的河边里 游游泳 是不是 还是能够扛过去的 但是你冷 你是扛不过去的 为什么 毛子这个战争 它拖到九月份 谁都 谁告诉你 我打仗 我要素材数学 没有人告诉你 要素材数学吗 普京在盘算什么东西 我拖到冬天 我拖到冬天 我他们给你断气 给你一断 你马上 社会马上发生明辩 因为欧洲那东西真冷 你扛不住 真扛不住 我跟各位讲 那种是 很多是那个 海 就是大象那种 就是叫做海洋型气候 温带海洋型气候 我靠 那种是真受不了 那种冷 那种 也不像我们在上海 这些地方 这种亚勒带 这种激风气候 这种阴冷 你在上海你很阴冷 那海洋型气候 它的那种阴冷 是更加恐怖的 所以说 大家要明白 那欧洲 它肯定是扛不住的 扛不住你怎么办 你不就是发生明辩吗 关键是老百姓的用电 它被毛子给卡死你了 供蓝卡死你了 那接下来还有呢 工业呢 你工业你不生产了吗 对不对 这个时候还牛逼哄哄的 以欧盟的名义 要来访问台湾 你要是来访问台湾 中国人就不跟你会达成任何的 经贸的这个上面的事情 你欧洲想要玩他妈政治 你没办法玩 你不是政治大国 你欧洲 虽然你英国 法国 是安理会的这个常年理事国 但是说句实在话 你现在在国际的话语权 几乎是没有的 几乎是没有的 没能屌你们 没能把你们当业会的事情 对不对 你就是现在要想办法怎么搞 因为怎么去跟俄罗斯 去缓解关系 怎么跟中国赶紧搞好关系 对吧 你不能够学拜登一样的 他妈的中国俄罗斯 两个挑他妈一起干 那一起干 是啊 我们是有损失 但是你损失是更大的 所以说这就是现在 整个欧洲面临的情况 那他跟中国牛逼 你说你牛逼是啥呀 是不是 是谁 谁是强势 谁是甲方 谁是甲方爸爸 搞清楚 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话 普京只有主权国家 保证增长进程的世界历史 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俄罗斯总统福拉基米尔普京认为 世界历史的新时代 和新的阶段即将到来 倒是只有主权国家可以保证增长进程 并在保证高长生活方面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 普京在新时代的强烈想法 战略倡议协会全体大会上发言说 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和新阶段即将到来 只有主权国家可以保证高增长进程 并在生活质量和 中国标准和质量保护传统价值观和高度人文主义思想 发展模式方面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 在这些方面将不是一种手段 而是最高的这个目的 啥意思 美国不是一个主权国家 或者说欧洲不是主权国家 对吧 美国是一个傀儡 由13家族操纵的一部机器 根还是在欧洲 当然你这些欧洲这些国家 你的这些领导人 就像我昨天讲的一个问题很明确 你的领导人都是他妈是傀儡 你领导人有在美国那些 哈佛大学肯定基学院毕业出来的 你很多有很多黑料被掌握 对 你现在是一个领导人 他妈的万岁爷 是吧 你是各个国家万岁爷 但是在你没成为领导人之前 你就是个屁 你就是个屁的话 那你是个普通人 对吧 说实话 你不会有那么多住这种地方 那你现在被殖民了 而且你整个欧洲被殖民了 那我就毁掉你吧 对不对 我不可能说 你这部傀儡 我帮你养大 让你壮大来跟我搞 不会的 我就把你搞死你 所以说大家要知道 很多人就说分析政治 老是拿政经的方面去分析 政经是一回事 但是不能老是去分析 也不能不分析 重点是什么 那毛子如果说 为了赚这笔钱的话 那是不是应该跟欧洲去好啊 对不对 丧权鲁国啊 那样的话 你得到的就更少了 所以说他要打 他要进攻 他要搞 搞死你 普京这个话说得很明确 现在俄乌冲突这场仗 打的不是俄乌冲突 最高要义是打的 昂格罗萨克逊体系 昂格罗萨克逊犹太的 海盗跟剥削体系 现在你要知道 他们这个系统当中 有一个情况 它出现很大的问题 海盗不灵了 海盗 就是昂萨的海盗是不灵了 现在就剩下这个奸商 在他们用美元在这里 中俄他收割不到 他只能去全这些 大规模的去破坏 奸商体系还是在的 所以说这一段过程 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所以为什么要去讲 欧洲这个事情 讲这些主权这些事情 普京讲得很明确 你们都不是主权国家 对吧 你是有自己的国歌 你有自己的这个国旗 但是你的这个政府 全都是被操纵的 全都是被控制的 你自己没有主观意识 你不能够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 去为自己的老百姓去谋福祉 比如说你这些动物的这些国家 你不是傻逼吗 对不对 你跟俄罗斯去敌对 也就罢了 你跟中国为什么要去敌对 你受美国操纵 那不好意思 你的通货膨胀率 就达到百分之二十三十 每个月都是这样叠加上去的 它这个二三十 它是每个月都加上去的 大家懂吗 它每个月都加上去 你比如说上个月九 这个月九 我加在一起 我十八 就是这样的 你就是说当然不是以这种简单的方式去算 那差不多是这么个意思 你明白吧 好吧 所以说东升西降 普京也在 习近平喊出这个口号 那也是在做这个事情 那普京也是在去 用一种我们在肉眼上可见的一些事 在面上可见的事情 去做这个事情 大家可以说一声感 我是老百姥 希望点赞讯计划指 谢谢 请不吝点赞讯计划指 请不吝点赞讯划指